主席 我還是要邀請 主委 另外還有衛福部的王執行長 王必勝執行長 還有海基會的張董事長 張董事長 請上台好謝謝 主委執行長還有董事長 大家辛苦了 我先呼應一下剛剛 剛剛那個審法會委員的 這個呼籲 我真的覺得 以一個泱泱大國 中國現在 世界上面這麼 經濟能力這麼強的國家 這個時候是他們釋出 善意 遞出橄欖枝的時候 應該對台灣 對我們尤其 主委剛剛在講的在 協調過程之中所碰到一些障礙 多給予一些善意 不過我想 我想先請教一下王執行長 其實我覺得我們國內 在很多的 這個報導上面 我昨天在三立新聞網上面 看到一則報導 我看的是很難過的 是有一個 在台灣的小女孩 告訴湖北 還在困在湖北的媽媽說 你不要回來了 你回來 我們老師說 你們會把病毒帶回來 我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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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近在防疫優先上面 能夠做到這種洗腦洗到 這個很 很徹底成功 讓一個小女孩 可以拒絕媽媽的 這個母愛 這我覺得很難過 所以我還是 我從學界出來 我還是看數字 現在看起來 我不知道這個 執行長您看這個是 我們辦公室 整理到昨天中午的數據 這個數據可信嗎 這是WHO公佈的 現在最嚴重的 確診的 確診的 確診的這個案例 最多的是 美國了 他們已經超過12萬 那義大利9萬多 中國是8萬多 這個 我可不可以信任這個數據 是 我們這些數字 這都是由WHO官方提供的話 我們也只能參考 這樣的數字 是 所以我們 就這個來看的話 最嚴重的國家 是美國嘛 對不對 義大利 歐洲 我們真的看得 殘不忍睹的 但是 當然我們也看了 在我們 從 一直到昨天為止 台灣將近三百 兩百九十八個人裡面 有境外移入的病例 是兩百五十五個 真正來自大陸的 十一個人 這也是我們衛福部所做的統計嘛 對不對 是 所以這個更是可信嘛 是不是 是 所以 這麼可信的話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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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於武漢台胞的註記 什麼時候 才會解除 才會解除 因為 阿中部長講說 註記 不是要懲罰人 是風險管理的必要 我絕對支持啊 我們看到美國現在疫情飆升 一天到晚都在 我們也看到 他們的 他們的這個川普總統 一下子要對加州 一下子要對 對紐約州到處 都要進行封城 甚至於 州際都要做管控 所以我們在 做我們的超前部署的時候 下一頁好不好 超前部署的時候 我們 的確是 有一些必須要 控制的 比如說 剛剛主委已經 很認真的提了 也說明了 在一開始的時候 協調上很困難 可是 我們還是克服萬難 我們接回了 接回了 608位 總共 只有 一個確診 對不對 那 不知道執行長 能不能告訴我們 這個確診的病例 現在 的狀況 是怎麼樣 是屬於痊癒了呢 還是繼續再散步 這一位確診 他目前已經 解隔離 痊癒 也回家了 已經痊癒了對不對 是 也就是說 如果說 按照阿中部長的講法 註記 是為了做 封信控管的話 照理講 美國 意大利 英國 德國 更應該 那邊的 台胞 台灣留學生更應該註記 對不對 這樣子的邏輯 對不對 報告委員 我想 這個 疫情的發展可能 因為 會持續的不同 那 一開始 所以必須要調整 對不對 那現在已經 已經這麼嚴重了 然後我們自己本土的案例 然後我們自己確診的案例 也告訴我們 來自歐美的威脅 遠大於大陸 可是我們繼續 讓我剛剛一開始所提的 那個小女孩 而且我還是看的是 三立新聞網 我相信他們 不是假消息的傳播者 那還居然會講出 那個小女孩 說叫媽媽 妳不要回來了 不要 不要回來把病毒散佈給我們 我們的老師們 是這麼講的 好 對不起 謝謝 謝謝衛福部 那個主委 不好意思 所以您剛剛也希望說 陸方不要有政治考量 我完全同意 我覺得 這個 在防疫期間 不管哪個國家 我們只有一個敵人 那個敵人就是病毒 對不對 所以 您覺得 我們要不要 我剛剛已經提過了 那這個 也解釋過了 其實現在 從我們的確診病例 以及 以及 WHO所發布的消息 以及各國政府自己的 表現看起來的話 每個國家 感覺上 好像都比中國還嚴重 那您覺得我們需不需要 我們需不需要 針對美國 英國 歐洲 也要有一些管制 應該要註記 人也應該用包機回來 我們才便於 便於控管 才便於做這個邊際的管制 您同意嗎 我想我們這些 疫情的做法 我們還是要尊重那個 疫情指揮中心的決策啦 那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當初 對這些 在滋留大陸的 還有特別湖北的國人 這個註記 其實 這個本身 他的用意 並不是在拒絕他們 你看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名單 今天我們才能夠 順利找到他們 告訴他們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多元回來的管道 所以你看我們開放海基會 協調這個 中華航空公司兩個班次 如果當初沒有這些名單 我們怎麼樣去打 打電話找他 這個政策一確定 整個海基會幾乎是 24小時打電話 一再打電話 確認你要不要回來 所以海基會非常非常辛苦 因為有這個名單 我們才有辦法幫他啦 所以一提兩面 你從另外的角度去看他 其實當時有這個名單 我們才能夠掌握 讓他們 一方面兼顧防疫 一方面又能夠讓他們順利回家 這個 然後國人也放心 所以這個 不要說 註記是把它當做一個負面的考量 其實有一個 因為註記之後 註記 他們不能夠自行搭飛機回家 這個是因為防疫的需要 那現在 那個主委 因為您剛剛有提到 您剛剛有提到是 弱勢優先 你有沒有看到昨天的新聞 昨天的新聞上面 有好多小孩 好多孩子 對不對 但是本席看到的另外一幕 我更難過的是 大部分的小孩 不管多大多小 有的還在牆寶之中的 他們都是要搭 十個小時以上的車子 才能夠到 對不對 但是我真的覺得 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 蔡總統真的是 宏福齊天 宏福齊天 為什麼 昨天 153個回來台灣的這些 台胞 沒有 沒有 任何交通事故發生 這個要謝謝大陸方面也配合 坦白講這些 能夠 雖然沒有經過協商 但是這一趟回來 我們也謝謝大陸相關單位 所以 我具體的問 在交通上 具體的請教 請教主委 因為您剛剛也提 那個 也解釋 也解回答了說 大概還有四五百個 還在 還在湖北的 將來 會走怎麼樣的方式 有沒有機會 直接從湖北起飛 這個跟委員報剛剛講的是兩個嘛 你這個湖北的 有這個管道我們繼續 像今天就有了 那另外武漢的 我們包機還是要繼續談嗎 是好 我最後不好意思 那個 市長我等一下會有第二趴再來問你們 我要請教那個 海基議會 沒有我先請教一下海基議會 說明一下註記都不會 因為註記 大家剛剛都有產生的一些誤解 那等一下 扣留時間的話 那我先 先請教一下 因為那個董事長已經被我 我點名不好意思 董事長謝謝你們 你好 我也想了解一下 海基會 這段時間 聯繫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有沒有去盤點過 在路台人的需求 另外一個 我另外一個問題 是我昨天也看到新聞上面 有很多 像很多歐美的大學 因為陸生全部都回去了之後 他們覺得金雞母跑掉了 他們不斷的向陸生來釋出善意 因為這會影響到他們的 高教整個的基礎 我請教一下 我們對於這個 陸生來台的這些陸生 他們的需求跟協助 我們做的 有的 對 就是說每個學校 就是說他們跟我們反應之後 我們都 即時的轉給相關的學校 其實每個學校跟陸生 也都有保持聯絡 那教育部有一個叫安心就學方案 所以現在是用線上教學 網路教學的方式 如果來不及回來參加這種 升學考試的話 也都有替代的方案 所以這個我們一直都非常 這個 就是說非常認真在處理 謝謝 謝謝董事長 因為這個事關台灣的高教的未來 那我本席希望就這一點 也請那個 海系會能夠給我一個書面的報告 謝謝 好的 然後 這個 請主席容許這個 陳次長 就註記的 是是我就簡短說明一下 謝謝 還是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 我們的國人在武漢也好 湖北也好 是因為武漢封城 湖北封城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出來 那我們做的註記是 註記他有這樣的一個旅遊史 作為我們在防疫上的需要 而不是註記他不能回國 這個我一定要特別說明清楚 所以不要造成大家外界的這個武警 市長 因為當時的那個 呃 防疫中心 防疫中 對 麻煩你到時候再說明 因為 我還是要說明清楚 我們註記是有 他有這個相關的旅遊史 因為那個 移民署說 他們就不能夠自由搭飛機了 那市長現在說得清楚 第二輪再問好了 是是是 好 謝謝 現在請我們陳鈺甄委員